下載是說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直尺相隔 其实赞成的是两个世界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小娃所出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 和我们明眼人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我在电视上见过小娃吹气变雾 我觉得那是一特神奇的本事 这真的假的 先问问 这个肯定是真的 你那听风变雾到底是个什么原理 它其实是一种感受气息 也就是说当我吹出来的气息 打在每一件的物体上 它都会有一种反弹 对 它反弹回来有声音 也有打在脸上的一种感觉 它可以告诉我这个物体的形状 质地 它大概的轮廓和特征 你说这太虚了 能教教我们吗 那行了 那咱试试吧 只要是这样 一会儿呢 我找一位观众 他给您随便拿东西 好 我找观众 刚才这姑娘举手举得特别高 我就选她吧 好 来来来 鼓励一下 其实对于这个小娃的争议当中 还有人认为它并不是全盲 所以把这一点 也要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回避一下 那就找一眼罩 把眼睛蒙上不就完了吗 他已经戴上了我们栏目组 给准备的眼罩 有一件摆在了你的面前 您开始吹吧 这一男生命的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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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直接说雷老师也可以 好了 你可以开始第二个了小娃